我们今天学习耶利米苏和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苏因为它的篇幅比较长 被列为大贤字书 基督徒有很多人不喜欢读耶利米苏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太长 它是圣经中字数最多的一卷书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太上 信息非常的不讨喜 不符合我们人类的所谓情感 犹太人当年也非常的不喜欢耶利米 他几乎受到全方位的反对 就是这样一位先知 他写的书后来却成为犹太人 在圣殿被毁日纪念活动上必须要被诵读的书 每年的雅比越第九日 耶利米苏就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会堂中被诵读 联想到耶利米的命运 他死前和死后的待遇 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这本书的希伯来名就是耶利米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指定的 这个书名已经很贴切地表明了这本书的主题 他的主题就是虽然玩梗的百姓定意要离弃神 但是在他们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 神依然指定了一位先知一直陪伴他们 一面向他们指明已经注定的悲惨结局 一面向他们启示早已指定好的拯救和复兴 耶利米苏大部分的作者是耶利米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他的门徒巴露写下来的 耶利米是南国犹大的一位祭司的儿子 传统上认为耶利米苏 耶利米哀歌和《猎王记》都是他写的 在他侍奉的那个年代 南国的属灵光景是先起后落 而且是有名无实 国际形势也是很动荡不安 耶利米的一生他目睹了亚述帝国的衰落和瓦解 也经历了埃及帝国的卷土重来 最后他也见证了巴比伦帝国的崛起和称霸 这是犹大国最末期的非常动荡的阶段 先知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 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还要说让百姓和君王非常非常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他的命运就更加的艰难 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灭亡越来越近 自己的预言即将应验 但是看着百姓和君王却死不悔改 坚持要和神的旨意对抗到底 先知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 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下 上帝也不允许他结婚 所以他也是一位非常孤独的先知 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 是南国最危机的时候 北国早就已经灭亡了 南国也即将灭亡 耶利米他一生经历了七个王 他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出生 马拿西就是把以赛亚放在中空的树干中 用惧惧死的这个可怕的王啊 而且他甚至还把自己亲生的婴孩献给魔鬼 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流满了无辜人的血 所以他是犹大历史上最恶的王 马拿西做王期间有两个男孩诞生 有些解经材料说是同一年 有些材料说是前后相差一年 这两个男孩呢就是王子约西亚和先知耶利米 马拿西之后是亚门王 他做王的时间非常短 后来约西亚八岁就登基做王 他是一个好王啊 在圣殿执行春机大扫除的时候 他找到生命记的经卷 他这才晓得上帝的咒诅已经临到他们 于是他就兴起了宗教改革 但是很可惜啊 这种从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他是很难成功的 耶利米呢在约西亚王十三年的时候 门招做先知 他的先知生涯基本上涵盖了犹大国最后的四位君王 他一共侍奉了四十年 耶利米和哈巴谷 西班牙 以西洁 还有蛋伊里 都是有交集的 基本上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啊 当神的百姓即将被掳的时候 神并没有撇下他们不管 而是先后兴起了这么多的先知 陪伴他们走过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西班牙可能是在约西亚第十二年 也就是捷径犹大和耶鲁撒冷之前就开始侍奉了 哈巴谷呢可能是在主前六百零九年 约西亚正亡之后开始侍奉的 耶利米呢在南国的最后四十年中 他一直在劝戒百姓 我们先来看一下时代背景 在主前的六百四十年 犹大王雅门因为叛乱被杀 有一些忠臣呢又起来杀了叛乱者 当时就拥立了只有八岁的王子约西亚作王 马拿西和雅门都不是好王啊 他们的统治时间加起来有五十七年 那基本上是三代人啊 那思想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南国犹大已经沦为亚述的附属国 那宗祖国的偶像崇拜 就对犹大国的影响非常大 约西亚作王第八年他开始归正 圣经说他开始寻求他主大位的神 到十二年的时候呢 他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修复圣殿 恢复逾越节 越节是以色列最重大的节日啊 他们居然已经不纪念了 就在第二年也就是约西亚作王的第十三年 耶利米开始门招作先知 在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亚述帝国最后一位非常伟大的君王驾奔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约西亚王可以摆脱亚述的控制 可以独立 但是约西亚的榜样和努力 并没有带动百姓的真正的属灵复兴 百姓不但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 反而迷信圣殿落入到非常虚假的安全感当中 举国上下一位的作假 在祖前的612年 加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和马代联军 摧毁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威 那亚述就被迫要迁都 他就向东迁到了哈兰 在祖前609年的春天 埃及法老当时是尼戈二世 他要北上去援助末代的亚述王 约西亚就出于战略需要 在米吉多平原就拦阻了埃及大军 那他当然是要去拦阻的 因为埃及和亚述联合的话 他们的势力会很大 亚述强大了 对犹大国是很不利的 结果他战死沙场 从此犹大就沦为埃及的附属国 从君王到百姓就更加迅速的败坏 在祖前的605年 巴比伦马代联军打败了亚述和埃及的联军 亚述帝国正式灭亡 尼布贾尼萨就乘胜追击 把法老赶回了埃及 控制了应许地这一块地方 那犹大也从埃及的附属国 变成了巴比伦的附属国 尼布贾尼萨掳走了犹大王 约亚 晋和贵族 这是第一次的被掳 后来埃及不甘心 又打上来了 那巴比伦军队听到风声就跑了 犹大就不得不投靠埃及 因为应许地又跪埃及管了 他就不得不背叛巴比伦 结果呢 巴比伦又屡次的三番的来进攻他 祖前的597年 犹大王约亚金和百姓中的一些精英 再一次被掳到巴比伦 11年之后 也就是祖前的586年 巴比伦攻陷耶鲁撒冷 圣城和圣殿被毁 犹大王西底迦和大部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 本地只剩下最穷的人 这个时候呢 应许地就沦为新巴比伦帝国的行省 耶利米呢 也在混乱中被一批余圣的百姓带到了埃及 最后死在埃及 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侍奉的整个时代背景 埃及 亚述 新巴比伦 马代 这些帝国互相混战 此起彼伏 耶鲁撒冷也饱经战乱 千仓百孔 我们先来看看先知耶利米这个人 他是出生在汴阳敏地 是亚拿突城祭司的家庭出生 我们看一下地图 亚拿突是汴亚敏支派境内的立位人的成医 是在耶鲁撒冷的东北方大约四公里 到耶鲁撒冷是非常方便的 当时很多的祭司都住在这里 耶利米是祭司的儿子 他熟悉律法和祭司的一些职责 他也有资格做祭司 但是神却呼召他做先知 这对耶利米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 毕竟你做祭司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很高的社会地位 做先知那就非常不确定了 你完全看群众卖不卖账 但是神的旨意是不可能违抗的 亚拿突和耶鲁撒冷距离很近 但是却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氛围 耶鲁撒冷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圣殿文化 耶利米对他来说是一个局外人 耶利米出生在祭司亚比亚他的世家 那亚比亚他是谁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被所罗门贬值回家的祭司 就是支持亚多尼亚叛乱的那一个 所罗门曾经让沙都这一个派系的祭司 接替了亚比亚他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他的侍奉的处境有多艰难 祖上呢有一些黑历史 传讲的信息呢又非常的不招人喜欢 所以他既不宗教正确也不政治正确 他理所当然的就成为犹太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人 但是人不喜欢不要紧啊 重要的是神喜欢就好 神喜欢他到什么程度呢 神告诉他 我未将你造在父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耶利米还在母父中就被指定要做先知啊 所以他的功龄比他的年龄还大 还有一个在母父中就开始侍奉的人是谁 是施喜约翰 施喜约翰在出生以前三个月就已经开始侍奉了 他的第一场侍奉就是指出弥赛亚 他的母亲以利沙伯怀他六个月的时候 弥赛亚的母亲一进门 施喜约翰就在母父中雀跃 胎儿不是细胞团快 胎儿是一个人 是神所造的生命 所以堕胎是杀人 耶利米是以利的后代 这就表示他不能活到老年 耶利米就大约17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侍奉 后来他被迫离开家乡 因为他连亲人都想害他 他就搬到了大城市耶鲁撒冷居住 因为很年轻 所以耶利米在门上帝呼召的时候 他也是像摩西一样找借口 他说我太年轻了 摩西当初找借口可不止一个 好像找了五个借口 但是耶利米刚刚说了一个借口 刚刚开了个头就被上帝给挡回来了 他说不要怕 我要你说啥你就说啥 我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上帝与你同在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和以赛亚不太一样是吧 以赛亚听到上帝问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是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可见先知的性格也是很不一样 但是不管先知的性格怎么样 在神的面前结果都一样 神直接把手按在先知的口上 把应当说的话亲自的传给了他 并且把他的工作职责也描述的非常清楚 他要把上帝的信息带到列帮列国 为的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 然后呢 然后再建立灾职 这个就是他的职位描述 上帝通过耶利米所传讲的 可不是那种柔和的被认可的信息 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完全抛弃 对上帝的忠心 灾难即将来临 上帝通过耶利米在灾难临到之前 向百姓说话 把启示的真理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接下去将是犹大国最艰难的部分 是被神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时候 那百姓要熬过这一段悲惨的日子 他才能够迎来神的建立和栽子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中 先知耶利米的话将成为他们巴比伦的生存指南 是他们在黑暗中 在黑暗的背鲁生活中唯一的盼望 先知传讲的信息主要内容有两个 首先他说你们今天这么倒霉 是因为神的审判 你们是跑不了的 不如乖乖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接受惩罚 第二呢 他告诉他们 神审判犹大的工具是巴比伦 所以你们投降吧 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没有用 这种信息在当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这完全就打破了神的子民的骄傲感 神怎么会让我们这么倒霉呢 那不是抹他自己的面子吗 所以这种话既不政治正确 也不够宗教正确 可想而知 他的话没有人听 于是呢 神就使他用表演的方式 把预言去演出来 就是用街头演出的方式 用行动表演出来 让人记住他的信息 比如说 神让他把一件又脏又破的内衣去买起来 那别人问他为什么要买呢 他就会说明原因 后来每个耶路撒冷人都在变卖家产 因为他们知道巴比伦要来了嘛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值钱了 他们要尽快卖掉 这个时候神让耶利米去买下房产 他当然不是出于商人的敏感去炒底的 他不会去炒底房地产 他是用行动来表明神应许的回归 是真实可信的 而且神也让他在脖子上套牛用的那种恶 在街上行走 象征着巴比伦给他们的重担 先知以西节和以赛亚 也曾经做过差不多的事情 也是用行为艺术来表达一些信息 先知以西节最惨的时候 神让他用大便烤饼吃 以赛亚神要求他在耶鲁撒冷街上裸奔了三年 要知道以赛亚那可是王室成员 对吧 那王室成员在街上裸奔 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 所以要做神的先知真的是很难做的 当耶利米连自由都被剥夺的时候 当他被禁止说话的时候 他的同工巴露就把耶利米的预言都写下来 后来还被约亚晋王撕个粉碎 还丢到火里烧掉 这个时候巴露再把它重新写一遍 神曾经通过耶利米对巴露说 你不要为自己求大事 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告诫 我们不要老是幻想着自己做大事 在神国里面做一个小事 做一点点小小的侍奉 其实就已经很幸福了 巴露也很实在 他老老实实的写下耶利米的信息 四处散步 如果不是他这样 那耶利米的信息也很有可能就传不出去 按照概论课的常规要求 我们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结构 第一章是讲他们招的经过 从第二章到第45章都在讲犹大国 他说惩罚很快就会临到 报应近在眼前 这一段经文涵盖的年代 从公元前的627年到公元前的605年 耶利米非常清楚地指出 巴比伦会灭掉亚述 也会打败埃及 因为当时犹大国最后的几个王都是很懦弱的 他们以为只要和国势强大的埃及签订条约 犹大国就有靠三了 就不怕亚述或者也不怕巴比伦 犹太人常常以为跟外国签和平条约 国家就会太平 这个做法好像从所罗门王开始就有了 但是耶利米说没用 巴比伦会打败埃及 你和埃及签条约根本没有用 你必须信靠上帝 从第21章到第45章 先知预言了国家 暂时会被掳 但是百姓最终会获得重建 从46章到51章 神要审判以色列的邻国 说明上帝的权柄是世界性的 上帝总有一天会收拾他们 特别是巴比伦 他审判了两回 这个就说明耶利米并不是叛徒 而是非常忠实的传讲神的话 当时的犹太人就认为他传讲 要他们投降巴比伦的信息 说他是犹奸 第52章是尾身 讲述的是西底加王的被掳 圣殿被烧毁 耶鲁撒冷城墙被毁 耶鲁撒冷就成了一座空城 景况非常的凄惨 先知耶利米被一群百姓 裹挟着卢去埃及 最后他也死在埃及 当时神的子民的属灵状况 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在耶利米苏的第五章第一节里 神说耶鲁撒冷城里 有一个人行公义 我就赦免这个城 可见他已经比索多玛都不如了 索多玛当时还是有一个义人罗德的 在这个城里穷人不知道神的律法 他们当然会给自己找借口 什么祭司不读律法 这个是君王的责任 这些当然都是对的 但是神并没有免除穷人的责任 你身为神的子民 你明明知道神有律法赐下来的 你就应该去追问 去追问君王 去追问祭司 你要追求神的话语 民众都追求的时候 那祭司和君王他也会改变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在约西亚王时代 君王还是很敬畏神的 老百姓不持这一套 老百姓的败坏已经是无可推诿 他们说起来 我们实在太忙了 没时间读圣经 这种借口在天堂是不好用的 神不承认的 妇人明明知道神有律法 但是他们还是齐心协力反抗律法 他们不要律法的约束 因为律法挑战他们的良心 影响他们赚钱 律法规定你不能够 不能够让以色列人做奴隶的 如果有的话 每七年你要释放他们 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这么做的 耶利米所处的时代 当时的人毫无节制的追求经济利益 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赚钱 贪婪已经取代了对上帝的爱 先知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一味的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 先知指责的是所有人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所以神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 既然你们没有一个好人 那我就把你们全部被掳 失去国家 让你们成为二等公民 神的解决方案是被掳 以色列人欠神70个安息年 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 他们就勤勤恳恳的发展经济 完全无视神设立的安息年 安息年土地是不能耕种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农业社会 依靠的就是土地就是人力 所以这是非常挑战一个人的信仰 你到底是信靠神呢 你还是信靠土地的供应呢 这和我们今天到底是信神还是信钱 是同一个道理 只不过这个是古代版的 我们现在是在神和钱之间选择一个 神对这些被掳的百姓也有忠告 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是其中所产的 这个时候看见没有要求他们守安息年了 因为你们已经被掳了 反正已经在外邦国家了 也不是应许地 你们不是很爱种地吗 你们好好种 还要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 使你们的女儿嫁人 生儿养女 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 圣约共同体还是要守住的 其实还没完呢 大家都不生不养的 那以后回归的渔民从哪里来呢 对不对 接下来说 你们要为纳臣求平安 为纳臣祷告耶和华 因为纳臣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巴比伦那可是敌人 怎么可以为敌人祷告求平安呢 非常挑战犹太人的常识 难怪耶利米的话没有人听 太不符合崇高的民族情感了 但是神明确地告诉他们 不要反抗 要想一下 他们如果去打游击战 你就这点军事力量 轻轻松松地就被巴比伦给团灭了 那回归的渔民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这些信息 以色列人怎么会懂呢 他们又看不到四百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耶利米的信息 就获得犹太人从上到下一制的反对 没有神的人 他们就会对事情失去正确的判断力 他就靠情感来理解事情 那引发以色列人的民族自豪感的民族主义 听起来就很吸引人 耶利米苏告诉我们最反对耶利米的就是君王 约亚靖读到先知写的预言的时候 直接把苏用刀给割破了 再扔到火盆里给烧了 当时还是有些首领对这些信息感到害怕 但是君王不怕 还要派人去捉拿巴鲁和耶利米 耶利米说约亚靖王死的时候将没有人挨到他 并且他会像驴一样被埋葬 果然没错 约亚靖王死的时候确实是很惨 他说西底加王很懦弱 摇摆不定 他只是政客的傀儡 他没有一个统治者的样子 西底加曾经找过先知耶利米 但是他惧怕犹太人 你要想一个君王居然怕的是自己的百姓 最后还是不敢听先知的话 那他的命运就注定会很悲惨 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细节 我们在讲猎王纪的时候曾经讲过 但是这个细节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还得再重复一遍 神在审判这个烧书王约亚靖的时候 他说他的后裔并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联想到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信息 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我要和你们另立新约 君王后裔都不再有大卫的宝座上了 那谁来代替神立这个新约呢 我们把这两个信息结合起来看 我们就知道人间君王的结局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天上君王的降临 这位天上的君王 他才是和神的百姓另立新约的王 而在这一场咒诅之下 耶稣就不可能是约亚靖王的后裔 他必须是神的儿子 神还指出对百姓的属灵状况需要负责的是假先知和祭司 很多人自称是先知 但是他们传达的却是不合神心意的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些先知专门挑百姓想听的话说 说什么平安平安 其实根本没有平安 他们就是安慰百姓说不要担心 灾祸不会临到 因为耶鲁撒冷是上帝的城 这些话就横讨百姓的喜欢 给他们非常虚幻的安全感 他们还反过来指责耶利米 说他是假先知 他们唯一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耶利米要他们投降 让他们安心被掳 他们的根据完全是依靠人的感受 而不是神的原则 神在立威纪和生命纪里 就把他的原则说得很清楚 遵守神的律法就蒙福 违反神的律法就受咒诅 神的愤怒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把他们赶出应许地 他们不思考 不反思自己的行为 反而用非常简单的 神的百姓就必定会蒙福 这么简单的概念来自我安慰 可见他们的逻辑已经归零了 耶利米说 不要自以为你们是上帝的百姓 就不会受到审判 你们这些假先知和祭司 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当时那些节期 都是祭司在安排的 但是他们居然在圣殿中 举行其他的宗教仪式 举着宗教包容的大旗 这个和我们现在的情况 已经很相像了 到处都有人相信 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条条道路通上地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 会听到这种教导 当时的祭司在圣殿里面 也是这样教导百姓的 也支持百姓这样做 宗教宽容嘛 今天的普世教会中 也充斥着许多这样的假教士 他们并不会否定神的话语 但是他们却断章取义的引用 偷梁换柱的去扭曲 用人所定义的恩典 来淡化神的圣洁 用人的所谓的仁慈和慈爱 去抹杀神的公义 用爱去抹杀律法 误导信徒 活在虚假的所谓的恩典平安 和属灵的那种感觉里 其实现在这样的假教师 多了去了 伊利米刚刚开始说预言的时候 最先反对他的就是亚拿突人 就是他自己的家乡 他们是宗教的既得利益者 亚拿突是祭司城 那他里面住的人都是祭司 那当然和整个体制是捆绑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维护这个体制 他们自己不说真话 还不允许伊利米说 甚至还要杀死伊利米 当既得利益团体庞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们会形成一股巨大的互相协同的势力 去维护自身的利益 这个时候你靠个别人的觉醒 是根本无法阻止这股势力的 你反而会被他粘得粉碎 我们知道最近推特上发生的事情 就特别能够理解这种状况 群体造假 群体作恶 甚至联邦机构都参与其中 甚至还起主导作用 漠视法律和道德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维持自己的利益 很简单 对这种祭司 神说我必刑罚他们 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 并且没有余生的人留给他们 因为在追讨之年 我必死灾祸临到亚拿图人 耶利米的侍奉刚刚开始这个时候 但是神就已经一路的保守他 否则这么一个害羞的17岁的男孩 他根本无法和整个体制去抗衡 而且神也说到做到 耶路撒冷沦陷之后 亚拿图城谋害耶利米的祭司 都将遭到杀戮和饥荒 真的没有余生的人 只有其他的亚拿图人 在贝鲁之后仍然可以回归 但是是很少的少数 我们看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里面 都记载着贝鲁回归的人里面 亚拿图人只有128个 而且没有一个是祭司 说明什么 说明神审判那些攻击 耶利米的亚拿图祭司的话 并没有落空 当一个人成为神话语出口的时候 他就根本不可能再讨好世人 当一个人选择和神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自动的和世界为敌 所以主耶稣说过 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怨纳的 但是你不被怨纳 你也要讲啊 否则你就是亚拿图人的下场 所以在耶利米书的开头 在第二章 君王首领祭司先知都被神谴责 接下去整本耶利米书都在证明这一段话 君王的懦弱 首领的盲目 祭司和先知群体的败坏 甚至百姓也坏到无法避免被审判的地步 可见啊 约西亚的宗教改革效果非常的一般 所谓的复兴 其实也只是昙花一现啊 这个时候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 都已经明目张胆的开始拜偶像 拜木头拜石头 他们的神 他们的神的数目和城的数目相等 也就是说每一个城都有自己的偶像啊 但是等到他们有急难的时候呢 他们又迷之自信啊 觉得耶和华神会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由此可见啊 信仰的多元化 那只是人的自娱自乐啊 自我安慰啊 今天有些信徒其实也和世人一样 平时可忙了啊 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啊 遇到患难的时候呢 就开始向神祈求 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呢 他们就抱怨神的不公平 这种人真的需要读读这一段话啊 对于这种问题 神是有答案的 神的答案是 这是临到你身上 不是你自招的吗 百姓其实永远都认为 自己是无辜的啊 当时的百姓心里充满了偶像 真的是非常回避 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 在神面前装无辜啊 耶利米苏就拆穿 他们虚假的无辜 并且神三次拒绝了 耶利米为百姓的祷告 你不要祷告了 我不会听的啊 神说得很清楚 上帝为犹太人设立律法 是要让他们在圣约共同体里面 互相关爱 互相帮助 这个民族必须存续足够久 他才能够将启示带出来 爱和敬虔是神对选民的要求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犹太人已经完全背离上帝的设计 他不为孤儿申冤 也不为穷人辩屈 先知说假预言 祭司把持权柄 最关键的是 是说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 说明什么啊 说明社会监督已经完全失效了 社会的各个要素 无论是百姓还是宗教团体 他们都违反了上帝的圣约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他们又痛悔了 想用释放奴隶的方式来换取神的保守 结果呢 结果短期之内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 他们又马上把奴隶给压回来 继续为他们干活 这个就是百姓嘛 特别是耶利米苏的最后几章 这些百姓就算到了埃及 他们依然坚定不移的 向耶利米宣告 他们要继续拜偶像 向天后烧香 所以这些人简直就没救了 我们读过圣经就知道 整个旧约时代 神的话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百姓 但是老百姓就是觉得先知的话 就是翻来覆去那几句 毫无新意义 陈词滥调 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听 人性从来都是一样的 几千年没有变过 你去和小孩子说真理 他们也是嫌你烦的 耶利米在约亚晋时代 传讲神话语的时候 他还差点被杀 后来有几个长老站出来说 说这些话当年先知弥迦也说过 西西迦王也没杀他 对吧 而且西西迦王反而向神恳求救恩 神就后悔了没有降灾 他们这么一说就把耶利米给救下来了 但是另外一个先知 乌利亚就没这么好命了 他说的预言是和耶利米一样的 但是他却被约亚晋王给抓了 他都已经跑到埃及了 还是被抓回来杀了 所以神后来审判约亚晋的后裔 并没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 你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他实在是作恶套天 由此可见有良知和常识的人 在当时已经是少数人 他们知道历史 就能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选择 所以读历史很重要 关键时刻历史是可以救你的命的 百姓的错误啊 是从他们对圣殿产生错误的认知开始的 当时的百姓认为圣殿是至圣的 是神的殿 所以当然也是耶鲁撒人 牢不可破的绝对保证 其实他们心里已经远离神 但是却非常的重视宗教仪式 当人把信心从神转移到圣殿身上的时候 那圣殿就成了偶像 宗教就变成迷信 所以神让先知特别的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唤醒那些进进出出忙着献祭的百姓 假先知最喜欢说就是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反复的强调神既然拣选了西安 当作自己永远的安息之所 他就绝对不会允许耶和华的殿被摧毁 因此不管有什么危难 信实的神必然会出手拯救圣殿 所以圣殿一定能给人提供庇护 这就是所谓的圣殿神学 听起来好像很有圣经根基 又严密的推理 但是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的虚谎的话 他们真的应该去看看圣殿落成的时候 所罗门的献殿祷告 神非常清楚的警告他 你们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 不跟从我不守我 只是你们的诫命律力 去侍奉敬拜别神 接下去什么 接下去他说 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 并且我为自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在猎王纪上 假先知把圣殿当作避难所 但是却不把神当作避难所 把圣殿当作神的居所 把信心放在建筑物上 用外在的仪式 代替心里面的敬虔和顺服 所以他们忽略了神的一再警告 以色列全民都对上帝不忠心 从君王到百姓 从祭司到先知都是这样 虽然去圣殿仍然去献祭 仍然呼求主的名 但是在其他的领域呢 他们没有在实际生活中 承认上帝 他们甚至还拜偶像 将自己的孩子 在心嫩之骨献给摩洛 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完全割裂的 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割裂的 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其实也很普遍的 基督徒投票给自由党 其实并不是少数 我确实不太想得明白 加拿大的自由党 那支持同性恋 变性 堕胎 大麻合法 吸毒合法 还支持安乐死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投票逻辑到底是什么 耶利米苏否定 他们虚妄的宗教仪式 以色列人的宗教仪式 一直要坚持到基督来的时候 但是他们的属灵状况 却非常的不稳定 一代人复兴 下一代人又堕落 人类总是在上演这样的戏码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在圣殿里面还砸场子 对吧 他用的就是耶利米苏里面的这一句话 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见没有啊 这一句话在基督的口中被使用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神说的 神都亲自成为人形 道成肉身 来亲自的砸场子 可见啊 人让神失望到什么地步 在旧约里 以色列民族是以一个圣约 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 讲过一个人犯罪等于全体犯罪 神要求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 在地上为神做见证 但是呢 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进入应许地的第二场战争 就是因为雅干的罪就失败了 经过了长长一千年的历史实践 神通过耶利米苏发布了新约的方案 当这个民族再一次被神建立起来的时候 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存在 是为了启示新约 是为了启示基督 当基督来了以后 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和基督建立关系 自己为自己的信仰负责 谁也不可能靠着借来的灯油 可以进入基督的婚宴 在新约中 上帝会分别处置每一个人的罪 新约是单独立约的 分别和每一个人立约 而这个预言呢 神在基督来临之前的六百年 通过耶利米苏就已经宣告了 在以西结书里面 我们会再一次看到这个宣告 耶利米苏也否定了虚假的民族主义 当耶利米劝他们投降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把耶利米看成是叛徒 但是他们自己却一会和亚述结盟 一会和埃及结盟 是一个妥妥的国际主义者 这是非常的矛盾的 当一个民族不再依靠神的时候 他们的治国逻辑 就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 你要这样想 投靠埃及和投靠巴比伦有区别吗 对不对 那以前的教训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了 他们不去投靠埃及倒还好 投靠埃及 结果连埃及也跟着倒霉 先知提醒他们 说你们和埃及联盟是没有用的 事实上 埃及后来确实也被巴比伦给灭了 神设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 但是当耶利米这么说的时候 举国上下全部把他当成是有奸 叛徒 后来巴比伦王来的时候 还大大的表扬了耶利米 还让他去巴比伦呢 还是留在耶路撒冷 所以他自己决定 这下完蛋了 这下叛国贼的帽子 妥妥的就戴上了 你怎么洗都洗不白了 我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 讲到德国这一刻 曾经讲过民族主义 这是非常害人的意识形态 当一个圣约共同体开始离开圣约 离开神 把神的律法放在一边 但是却紧密的团结在一个靠语言 靠主义 靠共同的历史 来凝聚人心的党中央的时候 这就是新的巴别塔 这个巴别塔是不会被神祝福的 神在启示之初就否定了民族主义 大家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 万国都要因你蒙福 也就是说以色列是万国蒙福的管道 万国并没有被神排除在他的恩典之外 但是历史走到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以色列不仅没有让万国蒙福 他自己的福气也快耗光了 但是我们在处理民族主义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不要掉入全球主义的陷阱 邦国的边界是神设立的 语言的边界也是神的作为 示意打破邦国的边界 搞无视法律的国际主义 全球主义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神要的国际主义是在基督里的国际主义 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不分种族 不分语言 不分贫富 不分性别 在基督里合一 但是世俗的法律 我们还是需要遵守的 你不能说我在基督里男女平等了 我就可以随意的去男厕所 那肯定不行的 没有边界的事宜妄为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神其实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 那就是大洪水啊 大洪水之前的世界没有语言的边界 没有疆土的边界 最后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合 对不对 罪人的属性 最终吞吃了人性 最后他们统统全部都灭亡 我之所以说这些犹太人是虚假的民族主义者 在耶利米苏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 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巴比伦设立的犹大神长 叫基大利 对吧 他其实就是被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 以斯玛利给杀死的 但是他背后的势力是谁 他背后的势力是亚门王 那可是妥妥的境外反动势力啊 他们煽动无知群众 不仅杀了巴比伦任命的省长 还杀了很多加勒底人 另外还杀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犹太人 他们连自己人都杀 那显然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对吧 当然他们后来也被人杀掉了啊 那杀他们的人呢 怕做背锅侠 那省长都死了 虽然不是他们杀的 但是他们也洗不白嘛 怕被巴比伦人报复 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 顺便还把先知耶利米也给带走了 他们把耶利米带到尼罗河那里的巷岛 我们讲过啊 在那里出土的很多文献 证明了以色拉纪和尼西米纪时代 犹太社区的很多事情 根据犹太传统啊 说约贵曾经被搬到巷岛 待了一段时间 在尼罗河那里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耶利米就是在那里过世的 孤单的死去啊 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 神很清晰的告诉犹大人 去埃及的人 神一定会使他们 尽都灭绝 必然在埃及地扑倒 回埃及 那这简直就是罪上加罪啊 你依靠法老的力量 你不依靠神 那简直就是罪加一等 应许地的最后一批渔民啊 居然回到了埃及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从摩西带领他们出来 到最后他们又逃回埃及 整整过去一千年 摩西侍奉了四十年 见证了神把百姓领出埃及 带进应许 而耶利米呢 他也侍奉了四十年 但是却目睹了悖逆的百姓 被逐出应许之地 回到了埃及 这两个侍奉了四十年的先知 他们之间的历史 就是以色列民族 轰轰烈烈地转圈时 一较回到解放前啊 神在摩西五经里面 反复明确说过 你们不许回埃及啊 那些去埃及的人 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归 神通过耶利米指出他们的问题 否定了他们一直以来 非常自豪的宗教仪式和选民的身份认同 强调心灵的诚实和敬虔 否定伪圣约共同体 强调信仰生活的个体责任 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负责 他还否定了虚假的民族主义 一个贝离神的民族 他再爱国 爱的也不是神的国 这三条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从表面上看 好像这是神的强拆工程 但是最终神的目的是为了 灾职和建造 这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 贝鲁生活做预备的 因为接下去 他们将没有宗教仪式 他们将分散在万民中 不再有一个国家 只有脱离这些仪式 他们才能面对将来的 没有圣殿 没有仪式的情况 好叫他们在没有办法 举行这些仪式的时候 依然可以做上帝的子民 所以耶利米苏的超越性 就体现在这里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 基督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神在新约里面 他再一次否定了 以色列的圣殿崇拜 提前告诉他们 这个殿以后 不会有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 这也是对初代的 基督教会的预备 一开始有些犹太基督徒 想要把敬拜仪式 搞得很犹太化 用圣殿中高大上的仪式 来敬拜上帝 还要受割礼一样 他的目的当然是好的 为了吸引犹太人 归向基督 所以他们会向犹太的律法主义 做一些妥协 但是后来被保罗批评了 对吧 后来犹太人被镇压 基督徒因为和犹太教 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而没有被辅加伤害 接下去就发生了 持续整整三百年的大逼迫 基督徒不要说敬拜仪式 就连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都很危险 由此可见 神的预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前 耶利米苏否定君王 否定先知 否定首领和祭司 甚至否定百姓 否定宗教仪式 否定宗教团体 否定民族主义 这一切的否定 说明在神的眼中 人是没有良善的 没有人能够承受神的启示 也没有人能够完成神的救赎 旧约完全失败 是因为人的完全败坏 君王祭司 先知百姓 没有一个好东西 神用以色列1500年的历史 并且记录在圣经里 让犹太人自己看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点出这里面救恩的逻辑 那么这些犹太人 才能明白新约的意义 带出人对救赎全新的认知 救赎不是靠你烧点牛羊献祭就可以的 而是必须神亲自完成献祭 我们通过他的血和神另立新约 这个新约有三个特征 耶利米苏告诉我们 他不像旧约 因为旧约证明了人守不住 第二他也告诉我们 律法是写在心上的 心灵才是神的圣殿 因为接下去圣殿要被毁 所以没有约贵的犹太人 怎么样守住约呢 神要把约刻在人的心里 圣殿都没有了 那献祭赎罪的事情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第三点 神在新约里面通过认识耶和华 神会赦免我们的罪 不再纪念 我们怎么样认识耶和华呢 新约告诉我们 神会道成肉身被我们看见 基督说不通过子 没有人能够认识父 所以耶利米苏 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色和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 后来罗马帝国基督教成国教了 他们都信靠基督 认识子就是认识父 就是认识耶和华 接下来我们通过耶利米哀歌 来看一看这位先知的绝望 他的悲愤和孤独呢 都被记录在哀歌里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一本 把这一卷书取名叫做泪水 希伯来原文的圣经里面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么会 是书卷上的头几个字 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里面 都把它叫做泪水 埃歌这个词的拉丁文的意思 也是泪水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卷很哀伤的书 在这一卷书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安慰的话 这是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变成荒肠的时候写的 想象一下圣城全部被烧毁了 移为平地成为荒肠 遭到围攻 惨不然堵 母亲不得不吃掉自己的婴孩 甚至吃产妇分娩以后脱落下来的胎盘 情况非常的凄惨 悲哀到了极点 犹大国的所有城市 包括首都耶路撒冷都全部被毁 我们知道古代人打仗 他的绝招是什么 是围城 巴比伦人围困耶路撒冷整整两年 切断了城里的供给 那饥荒的产象你就可以想象 巴比伦占领全城以后 拆毁了城墙 毁掉了上帝的圣殿 也掳掠了其中的宝物 然后把身强力壮的市民都掳到了巴比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围城两年饿死一批 城被攻陷 又被杀掉一批 最后再被掳走一批 巴比伦人撤军以后 幸存者所胜无几 而耶利米就是幸存者之一 当时的耶路撒冷满目苍蝇 他周围全是一些在饥荒中狗眼残喘的人 他是亲眼目睹孩子被饿死 而贾先知呢 还在那里误导百姓 还在给他们打鸡血 上帝的选民的自豪感还是港港的 还在想着复国大业 就是不肯低下头来认罪悔改 等待神的有期徒刑七十年 他们不愿意 埃哥就描绘了城市的荒芜和百姓的绝望 同时他也用非常浓重的笔墨 强调了城市荒芜的原因 请他们接受神的审判 而且还要仰望神的拯救 耶利米是非常擅长写诗歌的 在历代自下的第35章 曾经提到过 约西亚王死的时候 耶利米非常的悲痛 写了一首哀歌给全国人民唱 一直唱到以色拉时代的时候 还在唱成为一个定例 这里说这首歌记载在埃哥书上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本书 我查了一些资料 应该不是 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知道 写埃哥对耶利米来说 是一个非常擅长的事情 就像大卫王也写埃哥 纪念扫罗和约拿丹战士沙场一样 他们的文学造诣都是很高的 埃哥描述的内容是 耶利米亲生的经历 他把亲眼看到的写下来 想象一下耶利米站在那里 看着残破的建筑 看着城中荒废的街道 很多的同胞被掳走 但是大街上剩下的犹太人 造成的生活 对一切无动于衷 麻木不仁 先知当然觉得很悲痛 所以他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看到那些人悠哉悠哉的走过 他就问你们都无动于衷吗 一点都不介意吗 这就是这卷书的开头 就埃哥来讲 这个作品坎称是杰作 这一卷书是由五首诗歌组成的 五首埃哥 它是用离合诗的形式写的 所谓的离合诗就是以字母作为架构来写诗 在这五首诗歌当中有四首是离合诗 离合诗就是每一节的第一个字 都是按照字母表上列出来的字母顺序来使用的 所以它的节都是22节或者是22的倍数 因为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字母 而且希伯来文有一个很独特的特征 它没有原音 它只有子音 比如说像兔子 rabbit 它这个词它会怎么拼 它会拼成RBT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它们的原因是要到公元700年左右的时候 才把原因加上去 所以希伯来语它和中国字有点像 就是你不仅要学会看 你还要学会读 所以今天的希伯来语不是圣经的古希伯来语 现代希伯来语是以色列复国之前被重建的 这也是一个神迹 希伯来语是非常独特的 它不像印欧语系 英语嘛 你只要掌握拼读原则你就能读出来 你读出来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有口语作为前提 因为口语都比阅读早学会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少忙起来 它速度特别快 印刷数普及没多久 试制率就大大提升 这一点中文就比较难 因为中文你又要记它怎么写 还要记它怎么读 你还要记它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方面 希伯来语和中文有一点点相像 这五首哀歌每一个都有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灾祸 在讲被毁的城市和城中的百姓 第二个主题是祸因 这个原因是上帝造成的 是他在施行审判 施行惩罚 原因呢 原因是因为百姓犯了罪 第三个主题是拯救 上帝可以毁灭所有人 但是他没有 他仍然是信使的 百姓虽然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还能够存活 第四个主题是后果 讲到不肯悔改的下场 第五个主题呢 其实是一个祷告 先知为他的同胞的未来 呼求上帝的怜悯 恳求上帝将来一定要重建这个国家 让他们回归到自己的土地 叶利米哀歌里面最广为人知的一句电影台词啊 就是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这句台词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的 猜出来了 是飘里面的台词 那个斯嘉丽啊 每次遇到重大挫折 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 他都是用这一句话安慰他自己的 我当时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 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刻 我只是不知道 它是出自于更有名的一本书 《圣经》啊 虽然叶利米作为先知的处境 非常的糟糕 但是他死后的待遇 可以算是比较尊荣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犹太会堂 每年都要唱一遍 耶利米哀歌 而且是在雅比越的第九日 犹太人的雅比越 换算起来就是我们的杨历七月份 因为巴比伦人 当年就是在那一天摧毁圣殿 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今天 每一年都会纪念 当年出埃及的那个逾越节 纪念圣殿在雅比越第九日被毁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 雅比越的第九日 不但是他们失去第一座圣殿的日子 罗马的提多将军 也是在公元七十年的同一天 摧毁第二圣殿 就在他们哀痛 失去第一圣殿的日子 他们却失去了第二圣殿 当年耶稣早在四十年前 就预言了这个事情 神给了他们四十年的时间 来想明白这件事情 给他们悔改的时间 结果他们还是想不明白 所以神就把圣殿给毁掉了 当一个民族 连他们的神都不认的时候 那启示神的圣殿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启示已经完成了 基督已经把新的圣殿都建好了 耶利米当初怎么样警告 他们将失去第一圣殿 耶稣也怎么样的警告他们 将失去第二圣殿 所以很多人会把耶利米和耶稣相提并论 耶稣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什么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在世 好像他是耶利米投胎转世的 人为什么会这样联想 耶利米的一生和耶稣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利米是这样 耶稣也是这样 耶利米差点被亚拿图人杀死 耶稣也差点在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 被他家乡的人推向悬崖 他们两个人很类似 耶稣曾经有五次差点遇害 耶利米也是不止一次他们想害死他 耶稣拿着鞭子去捷径圣殿 因为犹太人把圣殿变成了充满贪乱的银钱兑换中心 变成外汇管理所 这个时候耶稣引用了耶利米的话 说你们尽敢将我付的殿变成贼窝 耶稣和耶利米有很多地方说的话很相像 大家都心知肚明 耶利米有一次说 我觉得像是即将被宰杀的羔羊 这句话你让我们能够想到谁呢 对吧 那当然就是指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耶利米书的目的 他也是为了启示基督 非常明显的 耶路撒冷的前后两座圣殿 都是在同一天被摧毁的 以色列国家从此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苦难时期 但是事实上雅比越九日的悲剧 比圣殿的毁灭还要早 根据犹太传统 在民宿记里面有12个探子 从应许地考察一下返回 他们向摩西报恶性的那一天 据说就是雅比越的第九日 这个恶性就给他们带来了40年的旷野流浪 在公元的133年 有一个叫巴科赫巴的人 他在拉比的高摩下 自称是弥赛亚 结果被罗马血腥的镇压 当时他们的犹太人在雅比越的九日被屠杀 圣殿山也是在同一天被以为平地 这个就是第二次犹太战争 从那以后 犹太人就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 他们就再也没有回过他们的家乡 后来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 这一天发生了很多灾难性的事件 包括1290年英格兰驱逐犹太人 还有1492年西班牙双王驱逐所有的犹太人 据说都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 所以犹太人的苦难 一直到1948年重新建国才结束 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听从的人在巴比伦安然居住70年 守住传统和信仰 等待回归的日子 那些没有听神的话的人呢 最后都死在埃及 或者在应许地被同化 这两种结局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 人的结局只有两种啊 不是在地狱里面哀哭切齿 就是在永恒里与上帝同在 上帝要擦去他们所有的眼泪 这一句话在启示录里出现了两次 上帝必擦去一切的眼泪 其实不只是基督徒要面临这两种命运 其实世人也要面对 因为引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哥最多的书就是启示录 而启示录是审判世界的 是审判万民的 耶利米书被引用的部分 它有一半是出现在启示录 而且是用来指巴比伦城 这个巴比伦城是最终的末日的世界里的金融重心 这个城市将被摧毁 当巴比伦被摧毁的时候 世人会为他哭泣 但是基督徒不会啊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启示录的第十八章 一再引用耶利米书和埃哥 最后说埃哉埃哉埃哉 这大城啊 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这时候就轮到他们哭了 但是基督徒不会 在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 我们都坦然面对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的结局 上帝会从天上降下星辰 就是新耶路撒冷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住在其中 永远和神同在